我就想 要不然我现在在那儿发展两年 我再回来 我想问问你 当时你选择到河北科技大学去读书 离开天津是什么考虑 当时我就是想 一开始我都不同意 一开始都不同意 他报考这个石家庄 您为什么不同意 他离开我了 你要报考一个咱们天津的师范 似乎有余的分 他坐上远处吧 往外看看 以后呢我总留在天津 这一去四年 再加三年 一共七年了 还是不回来 看得出来您对小王很认可 然后呢小王呢 就是觉得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他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规划和想法 你还是回到天津来吧 咱们天津 这么大的天津是容不下你 回到咱们天津来 再有一个岗位也有你的 非你莫属 阿姨这话说了 终于一个岗位有你 回来吧 上天津来发展自己的经验 不必在外面墙 大师阿姨您能听出来吗 我觉得闺女现在对自己信心有点不足 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快人快语啊 阿姨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 是吧 你这哪儿好没有家好 我妈呢她总是带着滤镜看我 什么滤镜 爱女儿的滤镜 她就觉得我最优秀 优秀 她上小学 我开家长会的时候 哪个老师全那个是点名地夸她 我特别有自信 你还是回到天津来吧 天津这个人才呀 就可以容纳你 什么岗位哪岗位全行 你看她这个是研究生嘛 研究生毕业 你教那个当老师 可以吧 当老师教高中的不行 教初中啊 初中不行 教小学啊 都可以啊 小学不行 教幼儿园 对啊 这咱俩还也可以啊 幼儿园不行 反正在天津来就行 在咱们天津来就行 反正您就是觉得 就只要天津就可以了 对 你甭管干什么 是 那您说这个事 我觉得我更要留在 我上学的地方了 我妈妈正好说在我的点上呀 什么点 因为我在这个 石家庄大学期间 研究生期间 我都做过家教 我对那边的提醒 把握更准确一点 包括那边的家长啊 学生们呀 也都比较认可我 但是在这边 跟那边的提醒也不一样 我更没有竞争优势了呀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同事孩子们吧 人家都是大学毕业 四年的 都不是研究生 就顺利地考过了 这个老师 现在教的个小学 不也可以吗 怎么不行 咱们天津怎么不行呢 我也投过呀 结果就石沉大海了呀 就算跟您说的一样 我回了天津 我在天津也并没有归属感呀 因为咱们家 以前不就是住在保底吗 我从小到大 我熟悉的地方 我的朋友们都在保底呀 我在这儿 我哪儿也不认识 我只有在家里 太孤独了 你没有归属感 妈妈 你爸爸 你哥哥嫂子 都是你的归属感 那您跟我爸爸 都这么大了 我还要麻烦您吗 妈妈可不怕麻烦 不怕麻烦 闺女 但是我 妈不怕麻烦 只要回在妈身边 但是我的心里 也过意不去呀 您有您的社交圈 我也有我的社交圈呀 而行千里母担忧 每个母亲 多愿自己的孩子 留在自己的身边 对 您说是吧 是 我要我都希望 对 我又希望她 留在我的身边 我让我女儿 回在天津呢 不是陪在我身边 我有我的打算 她的生活 她的工作 我有可以给她安排 离家七年了 这七年回家多吗 只是在寒暑假吧 要咋乐于她回来呢 我们照那全家福 她的吧 她也不在身边 照全家福也不回来 那是 对 因为我在学校 每次我看她的时候 她爸我们看她的时候 我都晕车 就得吃晕车药 你说你不回来 有个大事小情的 打电话又打不到 比如说吧 就上一次 我做那手术 胆结石手术 你说吧 我一个电话 我二十几个就过来了 要是她在我身边呢 她都能可以抱抱我 安慰我 我有个依靠 只有她嫂子 抱个孩子 扶着我 小编导 那钱是晒哪去吗 我很激动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打着说呢 也得是 二行千里 牡丹游 非常愧疚 没能陪在她的身边 但是呢 我确实是想 出去再闯荡闯荡